带着姚总光临韩社 带着姚总光临韩社 有何贵干呀 我们在一起了 嗨 姚总手段高明啊 连我们麦小姐都拿下了 你也不差呀 这不把她弟也搞定了吗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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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 来吧 半个买家人 敬你一杯 不过我说你们俩可真行啊 都这么久了还蛮久了 我不问就不说是不是 一个我亲弟弟 一个我闺蜜 这么能憋还不说呢 不是 姐 我是怕你们不同意 你要说这句话 我就要打死你了 你怎么会认为我不同意啊 你们俩在一起 我高兴死了好不好 之前哪次我不是暗粗粗地 在支持你们啊 不过小枣 我觉得你这个决定很有担当 是个成熟男性啊 别别别别 成熟男性在这儿啊 我们家小枣可还是有少年气的 好了 咱们要不要说点正事啊 我觉得你们俩啊 是不是应该关心关心刘阿姨 太太群里发的信息 还没有人回 小枣 后天是你的生日 回家来吃饭好吗 是 我觉得 要不你们俩跟刘阿姨 坐下也聊聊 我真的觉得 刘阿姨只是好情办错事了 毕竟都是一家人 没什么说不开 不过我只是个外人的建议 你们听听就好 我觉得 你说得对 而且现在 你已经不是外人了 小枣 明天我先回去跟妈妈聊一聊 你生日回来过呗 自从你小时候来到上海 每年生日都是大家一起过的 好 行 回去跟妈妈好好说说 来吧 来吧 一家人 和和美美开开心心的 喂 阿姨 开开心心的 好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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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